為盡快控制新冠疫情 香港特區政府將在中央政府的協助下 於9月1日開展普及社區檢測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抗議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 敘述暢稱 香港疫情已滲入社區 全民檢測有助於盡快切斷病毒傳播 是加強了檢測能力 又幫那些高危群組做了很多檢測 但仍然都不可以將那個疫情壓到零確診 所以那個全民檢測都有它的作用的 就是希望找到一些隱形傳播鏈 盡快切斷那個傳播 許述常稱 全民檢測的效果取決於參與人數 新冠肺炎有無病徵的隱形傳播者 若參與人數太少 帶病毒者仍然會在社區遊走 反之 若參與人數較多 較快找出並切斷隱形傳播鏈 香港便可有條件地恢復市民正常生活 並與其他城市盡快通關 對於此次政府的檢測安排 許說昌認為有足夠的安全性保障 全民檢測無需排隊 市民直接往上預約 控制聚集人數 且檢測場所通風性較強 醫護人員也有齊全裝備 所以感染的風險較低 近日 有新冠肺炎康復者自歐洲返回香港後 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再次呈陽性 對此 敘述昌稱是罕見事件 沒必要過分擔憂 我們在第一次出院和覆診都流了一些血 現在都分析到它是產生不到抗體 沒有抗體之後 你去到西班牙旅行 就比另外一種小小變種的新冠肺炎病毒再感染 但至於說出不到抗體的人士 其實是一個小數 我應該說用極小數 因為暫時在很多地方都沒有這些暴導出現 暫時我知道是香港一個 歐洲有兩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儘管如此 旭書昌還是提醒市民 冬季來臨 隨時有第四、第五波疫情出現 加上二次感染病例出現 大家都不應該慫懈 當香港的疫情受控 大家就不要以為完全很安全 因為我們都去到冬季 隨時會有第四、第五波出現 所以大家去到一些人多劑逼地方 你都是預了要戴口罩 多些注意手部清潔 因為疫苗沒有那麼早會來到香港 直至到疫苗之前 政府都會有些措施繼續會進行 感恩